詞・編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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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編曲 編曲 李宗盛 我們今天要講的是有關於握把式圖形和GUI設計 今天的作業也完全跟這相關 所以各位麻煩上課要仔細聽 有些東西我來不及放到投影片 有些東西也來不及寫到教科書上面 所以就上課的時候用講的 各位要仔細聽 有些細節 因為那些細節就是各位做作業的時候 我馬上就會用到 那什麼叫握把式圖形呢 這其實跟我們各位在學 Web程式設計裡面概念是一樣的 在Web程式設計裡面有所謂的DOM 各位不知道還記不記得 我現在應該有些人修過 叫Document Object Model 就是一個網頁漏進來之後 它有很多物件 這些物件都看成是一個Tree的架構 然後最上層它往下走 譬如說有很多Button可以按 然後再往下走又有什麼東西 就是一個Tree的架構 那在Madam裡面也是一樣 它把所有的物件都看成是一個Tree的架構 那這個你就可以從最上層找到下面的物件 找到下面的物件以後再改變它的性質 它呈現的圖形就會跟著改變 所以這是這一張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讓各位知道說怎麼做這些事情 那你知道這些握把式圖形以後 你最主要是要改變什麼 你最主要是要做GUI的設計 GUI叫Graphic User Interface 那有些人就直接念GUI 那反正就是圖形使用者介面的意思 好 基本概念Handle Graphics叫握把式圖形 就是每一個構成圖形的單位都可以視為一個物件 譬如說裡面有曲線 在一個圖裡面有曲線、有曲面、有圖軸、還有文字等等 都是一個物件 那這物件通常我們在C++裡面就叫做物件 叫做Object Oriented Programming 那在Madam裡面只是它不用物件這個詞 它把它改用Object 不是 改用Handle 好像一個握把一樣 握把意思是說你抓到這個握把 就可以把裡面所有的東西全部撈出來 全部做存取的動作 所以我這邊寫 每一個物件都有一個獨一無二的握把 這握把就像各位的身分證字號一樣 我只要一念某一個人的身分證字號 那個人就有 那個人就是我 那在這裡意思是一樣 那根據這個物件的握把 或是這個物件 你所得到這個物件的一個編號 那你就可以從裡面存取圖形的所有性質 各位記得存和取 存就是要把東西放進去 譬如說一條曲線 你要改變它的顏色 你就把顏色這個性質放進去 這個叫存 取是把它抓出來 譬如說現在這個圖上面有幾條曲線 你可以立刻把它抓出來 那這就是取 所以記得要存也要能夠取 好 這簡單的概念就是 這個一個hierarchy 圖形物件的階層架構 包含從root 從桌面上開始 我拿個投音筆 從最上面是桌面 桌面接著下面有圖形視窗 圖形視窗有分成UI control 這control就是控制元件 譬如說有一個button你可以按一下 或是下拉式選單你可以拉下來 這叫做UI control 圖軸 譬如說你subplot 畫成一個2x2的圖形 那裡面就總共有四個圖軸在上面 每一個圖軸你就可以放上一些圖 那UI選單是指在圖 最上面有一些選單可以下拉 那選單裡面又有一些小選單 可以選到你要的東西 那當然在這圖軸下面 又可以放很多東西 你可以放影像 放線段 放貼片 放曲面 放文字 放不同lining 就光照的模式 我們來看一個範例 這是最簡單的一個範圍 這是我的桌面 桌面在最外面 那這是MateLab畫出來的圖 所以桌面在這裡 那麼在這圖裡面有幾個元素 第一個有一個圖軸的物件 有沒有 這代表一個圖軸 那圖軸裡面還可以放很多東西 那外面這個呢 在桌面底下這個 抱歉這打錯了 這不是圖形物件 這是圖形視窗的物件 這要加一個視窗才對 因為這是一個視窗 那在這個圖形視窗物件下面呢 有一個圖軸 除了圖軸以外呢 還有什麼東西呢 在圖軸裡面有文字物件 圖軸裡面有一個曲面 這是一個曲面物件 圖軸裡面有一個等高線 這是屬於線段的物件 那這邊還有UI的表單 表單則是在這裡 這裡你可以下拉壓下去 可以做各式各樣的事情 那你可以產生自己的按鈕 那這些按鈕呢 都叫UI的控制物件 所以就是一層一層 讓你能夠產生這些物件 然後你可以去改變它 或者說壓下去一個按鈕 它可以做什麼樣的動作 你能夠譬如說改變裡面的圖等等 這是我們這張要學的東西 那麼你可以用兩種方式 來進行圖形物件的性質的存取 一種呢你可以用MateLab提供的介面 那這當然是比較上層的做法 就是比較一般人 你不知道怎麼下command的 你就直接在MateLab圖形物件 圖形使用者的介面上面操作 另外一種你可以用MateLab直接用命令列 直接去操作它 那當然我們要學的 上面這個各位都會 這我不用教各位也會 就是玩一玩點一點拉一拉就會 但是我們要學的是從這裡 用MateLab命令列進行圖形物件的性質的存取 這樣的話你才可以控制所有的 產生的物件和它的性質 好有兩種方式 性質編輯性 你要去編輯它的性質 先產生一個圖形 產生完後你要去改變它 譬如說你先畫完圖再用PropEdit 這Prop就是Property的意思 Property當然就指性質的意思 譬如說你先打一個Pix 就畫出Pix的3D圖 再打一個PropEdit 就可以開啟一個性質編輯器 那開完以後就是一個圖形使用者介面 你可以在那邊點來點去 就抽換不同的性質 它畫出來的圖也會不一樣 那你如果不想在命令列下達PropEdit 你可以點選工具列上面的這個圖示 一樣可以開啟 我們來試一下看看 譬如說我打Pix 這個圖就出來了 這個圖出來之後呢 這邊有很多各式各樣不同的按鈕 譬如說我想各位都知道 譬如說點選這裡 可能不清楚我把它放大好了 放大這個按鈕並沒有放大 所以這個像這裡 可能不是很清楚 各位可以看到zoom in zoom in就是把圖形放大的意思 這個zoom out 把圖形縮小的意思 這個不用講是旋轉 各位試過喔 你按一下 那你就可以對這圖進行開始旋轉 你可以選它 就是選不同的角度 那你按這裡呢 這個小箭頭呢 它出現一個字叫Edit Plot 就可以對這圖形進行編輯 我們按一下 有沒有按一下之後呢 它出現一個框在上面 這個框上面 你就可以在這個框上面 點選右鍵 右鍵的話它就可以 show property editor 在這裡 譬如說我們先選最簡單的 譬如說這裡有一個grid 我把grid按掉 有沒有 它後面的grid就不見了 你就可以去編輯它 那你也可以把它 選取 show property editor 它就出現一堆各式各樣的property 那property呢 你可以設定 譬如說tix x的tix 有沒有tix跟你講 它的location在哪裡 各位對照著看 這裡 有沒有 小黃進來了 -3-2-1-0-1-2-3 就是這裡 -3-2-1-0-1-2-3 不對不對 exo在這裡 因為我剛剛把它旋轉過 所以-3-2-1-0-1-2-3 就是這裡 你可以直接把它改掉 改完後圖就跟著變掉了 圖上面的這些grid line的位置 就跟著變掉了 那這細節我就不仔細操作 各位可以直接去玩看看 換句話講 只要你產生一個圖 你就可以隨時去改變 它各式各樣的性質 那這圖就跟著改變掉 但是這個是比較麻煩的地方 對於我們 譬如說你要畫一個圖 每一次圖畫出來之後呢 跑完一次 simulation 出來就一個圖 那你要去改它的性質 實在太麻煩 所以我們至少我們知識系的同學 應該就直接寫一個程式碼 每一次就把這些property直接改掉 那呈現的圖就是你要的圖 這樣是最簡單的方式 所以這就是property editor 但細節呢 各位可以再去玩看看 我們先把它關掉 那這邊就是說明 你可以 有沒有你選 要edit plus 有沒有這邊就出現一個框框 有沒有 黑色的點在旁邊 就表示這是一個物件 你可以用左鍵去點它 然後就可以選各式各樣 抱歉用右鍵去點它 你可以改變它的各式各樣的性質 那我剛剛講過 剛剛那個是用故意的方式去做 但是那個比較麻煩 不是比較麻煩 而是沒辦法大量的複製 比如說我要畫1000個圖 每一個你知道這樣去點嗎 那就太麻煩了 所以最簡單的方式呢 是用命令列來進行圖形物件的性質的存取 那在這裡有兩個command 第一個叫set set就是設定某一個性質的值 這個有點繞口 某一個性質 property它對應的value 那get是取得某一個性質的值 比如說某一條曲線 它顏色 顏色就是它的性質 它的值呢 可能說比如說是紅色的 那property就是顏色 值就是紅色 或是property就是marker size 它的線標的大小 那它的值比如說等於20 所以是某一個性質的值 set是設定它 get是取得它 那還有一個常常用到叫find object 在一個這個樹狀架構裡面 你要找到你要的物件 就要用這個command 去找到你要的物件 好 我們來看幾個範例 好 第一個範例呢 是我畫出一個圖出來 我先t t從0到4pi 每一次跳0.1 然後y呢是一個sin 正懸波 乘上一個越來越小的exponential 所以各位這個圖已經看過好幾遍 前面震盪後面越來越小 越來越小 我就把它畫出來 畫出來之後呢 記得我這裡多加一個h h等於plotty 那h就是我的handle 等於說就是我的物件 就是為曲線這個物件 或是叫曲線的握把都可以 那你可以你看h 我的line width把它設定成3 這個應該滿直覺的 就是曲線的寬度設定成3 曲線的marker改成圓形 曲線的marker size改成20 所以出現的結果就會變成 我這邊沒寫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hg02 我就直接跑一遍 有沒有就出現一個這樣的圖 但你也可以一步一步來做 譬如說 先搬到旁邊一點 移到這裡來 我再下另外一個h等於plot hams hams就是一圍 就是一個一圍的曲線 常常用到 你可以直接把它畫出來 你同時可以看畫出來之後 它的h是什麼東西呢 h是175.00 這數字其實沒有什麼特別的意義 你不要把h把它開平方 或是把它加2 這個都沒有意義 它只是譬如說你的身份證字號 你不會把你的身份證字號 拿去開平方 沒有什麼特別大的意義 所以它就是代表一個物件 一個編號而已 那你可以set 譬如說我剛剛講 seth 我可以設定它的什麼 color color我設定成red 有沒有就變成紅色了 我可以設定它的marker 我譬如說設定它的寬度好了 line width我設定成 除一點好了 5 5就出來了 抱歉後面看不到 我把它移出來一點 那我設定它的marker 它就每做一個動作 它就跟著改 marker我設定成 向上的箭頭 它就變成這個樣子 我設定marker size 我要設定成 8好了 變大一點 還不夠大 20 就出來了 所以你每一個性質 你都可以去改它 然後它就 對應的圖就會跟著變 那這是用命令列 命令列直接下達去控制它 這是最直接的方式 那當然你會問我說 那老師那到底有什麼東西可以讓我控制 裡面到底有很多東西可以讓你控制 我們來看有什麼東西可以讓你控制 如果你直接打一個 set h 它就會把裡面的性質和對應的質 秀出來給你看 但會有一堆東西 你要enter 就趴一堆東西 我打一個more on 這會讓它停住 有沒有 這裡就有個式 第一個是color color color在這裡 line style在這裡 抱歉 set是說 它可能 可以具有的值 抱歉 如果你直接打 get 有沒有 它就會跟你講 它現在的值是多少 比如說color是100 抱歉 這裡為什麼會出現1.00 因為我剛剛下了一個comment 叫做format bank 我把它打回來 format short get h 有沒有 它的color100RGB 所以代表R 這是紅色的 line style 就是直線的形態 是實線 line width 我改過等於5 marker等於向上 marker size 這是剛剛我們設定的東西 但下面還有一堆東西 一堆東西 譬如包含xData yData zData 這個我想各位知道 xData就是每一點x的值 yData就是每一點y的值 等等 那它因為只有在二度空間中 所以它並沒有zData 所以zData是1.0 完全1乘以0的double 沒有東西 那這邊還有各式各樣的東西 我想這個 各位就 沒有用到就可以不用管它 特別注意到這裡有一個叫userData 有沒有在這裡 這個userData 是你可以去任意指定的 就是你產生一個物件 你可以在裡面藏一些東西在裡面 那這些東西 有時候你需要可以搬出來 那如果還有需要 可以再把它存回去 所以這userData 就是各位作業裡面 要用到的東西 有時候你要偷偷藏一些東西在裡面 這樣才會方便 這就是我講的 我投影片裡面也沒講 課本裡面也沒講 因為有些東西太講 講得太煩 人家也懶得看 所以上課講比較直接一點 好 我們再回頭看 投影片 所以這應該沒有問題 那這個範例我剛剛也講過 setH可以列出H的所有性值 可能值和預設值 所以我們剛剛試過 你用setH呢 會列出它的可能值和預設值 你如果用getH呢 就可以直接抓出來它有什麼值 那這個plus prompt我剛剛試過 所以我現在就直接跳過去了 那get的範例是要把它抓出來 抱歉 我還是試一下好了 我們剛剛已經跑到這裡了 那它的H呢 我把它搬到旁邊 H在這裡 我可以getH 把它顏色抓出來 有沒有 就是100 我可以把它lineStyle抓出來 就是這個一個dash 迫著號叫做 就對應到的是一個實線 我可以把它mark抓出來 是往上三角形 那當然我們也剛剛講過 如果要改變它呢 我就直接改 譬如說我剛剛講過 改markerSize等於 我改marker好了 marker我再把它改成一個方形 square 有沒有 這邊就變成方形出來 所以你就是用set跟get這兩個指令 set呢就是去指定它 把它存放進去 get就把它抓出來 看現在的值是多少 那set跟get這兩個指令 你就可以把這個圖形 改來改去 你想怎麼改就可以怎麼改 當然你唯一的問題還是 發生在說 你不曉得有哪些性質可以改 那你是用getH 或是setH 我剛剛講過 你可以setH 有沒有它就把你列出來 這邊所有的值 那用 用getH呢 它就把它列出目前有的值 像這個colorZ100 再試一下就是 用setH它會畫出所有的值出來 譬如說lineStyle 這邊有五種可能 它就跟你講有這五種可能 有沒有 有沒有 它用一值槓把你分開來 有第一種可能 第二 第三 第四 第五 五種可能 所以 其實所有的東西呢 都已經寫在MateLab裡面 但是你要去查 document 很複雜 那到不如你要查 就直接來這裡查 你直接setH lineStyle 它就跟你講說 你可以下這幾個卡面 但是目前用的是這一個 有沒有 它有一個大瓜糊把你刮起來 表示這是目前用的東西 那你如果這邊改成get 它當然就直接回傳你 我用的就是這個 用這個東西 這個就是這個東西 所以這是最重要的兩個command 一個set 一個get 好 到這邊有沒有什麼問題 好 我們繼續往下看 好 我們繼續往下看 好 這些剛剛都講過 find obj 也就是說你畫圖 畫了老半仙 全部把它畫出來了 但是當初你在畫圖的時候 忘記跟它講說 我這個圖畫出來之後 要設定成一個object 那這時候怎麼辦 東西全部在裡面 但這時候你找不出來 最簡單的話就是直接把它 用find的obj把它找出來 我們看這個範例 我們這個範例 我直接跑一遍好了 譬如說 我把所有東西都關掉 我畫出十條亂數產生的曲線 這是十條曲線 畫完之後 然後 那我的object到底在哪裡 當然當初你如果直接寫h等於plot 這樣就解決了 那這時候我們可以 後面再來處理 後面再來處理的時候 就是要用find object 比如說h等於fine的obj fine的我從0開始fine 0指的就是我的桌面 從我的桌面開始往下找 有什麼樣的物件 那這個物件當然是只有 mate的物件才會被找出來 所以0就表示最上層那個root 從root開始往下找 我要找的物件呢 它的type是什麼 它的形態類別是屬於line 這就是我要找的h 找一下h有這麼多個 我看h有幾個 總共有十個 這就是我們當初畫的十條線在上面 那我現在改變它 我請問我要改變第一條 我可以seth1 我把它寬度改成5 這邊 我寬度把它改成5 直接按enter 就是這一條 就被抓出來 這是第一條 那第二條在哪裡呢 第二條我把它寬度 哇 得 2 第二條我寬度把它改成8 好了更粗一點 你看第二條在哪裡 enter 第二條在這裡 所以h就是一個向量 這個向量裡面有十個元素 這十個元素 每一個元素分別對應到某一條線段 某一條曲線的handle 這樣就可以全部抓出來 當然它meta也支援說 我一次全部把它改掉 我全部把它改成3好了 enter 就全部變成3 所以fine object是很常用的一個東西 讓你能夠把你要的物件抓出來 然後對它個別做處理 所以這些 這些概念都很直覺也很簡單 各位就是要去玩一下 把這些fine去玩一下 跑一下 然後就知道說 它會產生什麼樣的現象 再過來呢 我們知道說 每一個圖形的物件 不管是圖軸 曲線 曲面等等 都是一個object 那有這個object 你可以對它做各式各樣的處理 再過來我們來看看 MateLab GUI 的設計 MateLab GUI 的設計 現在很強調 所有的 應用程式都有一個GUI 你可以在上面用點的 就是 這叫什麼 就好像傻瓜相機一樣 你拿來就可以拍 不用調對焦 不用調鏡頭 什麼都不用調 拿來一按下去就可以拍 這個也是一樣 軟體一拿來 你點一點就可以開始玩 完全不需要管到很多細節 你要設計這些GUI的程式設計 一樣有兩種方式 一種你就直接下去寫M檔案 就寫寫寫 把它寫成一個函數或是寫成一個script 一跑就跳出一個視窗 你就可以在上面點 然後產生各式各樣不同的效果 第二種是用MateLab裡面有一個叫Guide發展環境 Guide就好像VB一樣 你可以在裡面或是C-sharp一樣 你可以在裡面拉你的Button 拉你的下拉式選單 拉你的Checkbox 把它拉一拉 然後設定每一個Button做什麼事情 就解決了 但是就我而言 我不喜歡用Guide Guide的就是 就像把你當白癡一樣 但你想做比較底層的事情 他就把你卡住 不讓你做 但最簡單的 最直覺的還是直接寫M檔案 所以我們這一節就要直接教各位怎麼樣寫M檔案來產生一個介面 這個介面你可以在上面點點點 做一些你想做的事情 那Guide事實上是在下一張 但下一張抱歉我不教 直接跳過去了 因為我覺得那張滿無聊的 那張是給說你對MateLab真的不熟 很快想拉一個介面 那當然你可以去參考 但是我們會直接跳過去 好 我們來看看M檔案的GUI設計 一種叫UI Control 就是控制項 控制項包含我剛剛講的下拉式選單 那邊 Radio Button Checkbox 這些東西都叫UI Control 還有Mouse Event Mouse Event就是你去點Mouse 它會發生一些事情 那這邊有一些範例已經內建在MateLab裡面 像你可以試看看 XP 上的 Travel 就是 Travelling Salesman Problem Trust 就是各位看過 地震的時候 橋的兩邊這樣盪 那上面那個橋是怎麼震盪 就打這Trust command 就出來 Lawrence 就是 Chaotic Equation 你可以看到一個彗星這樣跑來跑去 那些就是典型MateLab的GUI程式設計下所產生的一些作品 好 來看一個簡單的範例 我們先解釋一下程式碼 程式碼很簡單 就這幾行而已 第一個叫H等於UI Control 我產生一個按鈕 所以它會跳出一個圖 在圖上面畫出一個按鈕出來 UI Control 如果你沒有給它任何 Input Argument 它預設就產生一個 Button 可以讓你可以點 那如果你說你希望產生 Radio Button 或是產生 Checkbox 或產生下拉式選單 你就要再從這裡打括號 然後後面再送一些參數進來 那麼 H 就是一個物件 接著我 Set H 它的 String 這什麼意思呢 表示它的 Button 上面就會出現請按我 有沒有 我這邊已經說得很清楚 在按鈕表面加入文字請按我 然後我這時候呢 我再設定一個Command 這Command 必須用一個字串來呈現 字串就是在MateLab印出來說 有人按我一下喔 那這時候再把 H 它的Callback 設定成是這個Command 這個Command 記得這是一個字串的形式 然後Callback 就是它的反應指令 或是反應命令 當你壓到這個指令以後 壓到這個Button以後 它會呼叫的命令 所以這時候就結束了 這時候你只要按一下這個按鈕 它就會呼叫這個函數 呼叫這個指令 然後就會出現有人按我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一個最簡單的翻例 01 好 有沒有 跑完之後呢 在這裡 很小一個 請按我 因為你也沒有跟它講 知道放在什麼位置 你也沒有跟它講 大小要多少 通通沒講 那它就找一個預設位 就把你放上去了 所以這時候你在這裡按一下 我把它拉開一點 你在這裡按一下 有沒有 這就出現 有人按我一下喔 按一下 又按一下 結果有人一直按它 就一直出來 所以它整個就很簡單而已 就是說你只要指定它 這個按鈕被你按一下 做什麼事 它就把你印出這個東西出來 這就是最基本的概念 就這樣而已 跟各位學WAVE程式設計也是很接近 WAVE程式設計每點一下 你可以設定一個on-click 做什麼事情 然後根據on-click 你可以做一堆事情 那這邊只是把它設定成callback 你一按它就做它該做的事情 所以是最簡單的翻例 那麼我們剛剛講說 它 你看喔 它 它可以產生 其實可以產生 各式各樣不同的 UI control UI 物件 我們剛剛第一個產生叫 push button 按鈕 它可以產生 sliding bar 什麼 radio button frame checkbox 各式各樣的東西 都可以產生 就看你指定要給它什麼東西 那還有就是它放的位置 譬如說 我們再回頭看一下 這個物件現在是在這裡 H 我可以抓到它的位置 譬如說 我可以 各位應該了解了 Gate H 我要抓到它位置 位置是什麼英文 你們能知道 位置的英文是什麼 Position Location 都叫位置 事實上它用的是 position 它就跟你講說 20 20 60 20 那這代表什麼意義呢 這代表它的座標 這代表它左下點的座標 這裡 在這裡 這點的座標是 20 20 60 20 這點座標 其實我剛剛沒講很清楚 座標和它的長寬 座標在這裡是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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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座標在這裡 然後 60 20 60 則是它的長度在這裡 60 然後它的高度 20 所以跟我們一般的直角座標是一樣的 所以你很容易知道它的位置和它的長寬 假設我現在要把它改掉 我希望它的位置 set 我要把它改成位置變 好吧 30 40 所以是往右邊移一點 往上面移 往右邊從0變到30 然後往上面移40 然後它的長度我變成200 多一點好了 高度100 好 我直接按Enter 有沒有 你會發覺它就被我變掉了 這整個按鈕就變得很大 有沒有 在這裡 那它的性質 其他性質是沒有變的 你去按它 還是一樣 有人按我一下 意思都一樣 其他性質都沒變掉 那所以你只要抓到這個物件 你就可以做各式各樣的改變 你可以改變它的位置 改變它的 甚至改變它的顏色 改變上面的字串 改變這個字串的大小 現在這個字串有點太小 就可以完全用setGate的方式把它改掉 那這個頭裡面是講說 事實上UI Control有這麼多個物件 我們這裡有一個範例 UI Control02 你看 我在這裡就是用不同的UI Control 它的Style叫Push 你給它不同的Style 它叫Push Button Sliding Bar Radio Button Frame Checkbox Edit Box List Box等等 就可以產生不同的UI Control 那這是它的位置 位置當然是一直在變 那我們直接把它跑一遍 最後一個是在這裡 Pop-up Menu 它有Position 除了Position之外呢 譬如說這邊的Stream是1234 這邊的Stream是123 我們直接跑一遍 看到會產生什麼樣的效果 02 我先把所有東西都關掉 這個就是產生的所有的 從下面開始 這個就是我的Push Button 因為我沒有設定它的Callback 所以你按它 它知道沒反應 因為它沒有東西要執行 這是Styling Bar 可以左右拉 你可以設定它每拉到一個地方 一放開來 它會做某一件事情 那這個是Radio Button 這個是 這是什麼我忘了 我看一下 這個是Frame 一個Frame 只是一個框起來的架子 上面可以放文字 這是Checkbox 那這個是Editable 這可以打文字進去 你可以在這裡打文字進去 那這個是下拉式選單 這個是屬於下拉式選單 所以你就可以產生 各式各樣的UI Control 就是這種介面的控制項 那根據這些 有的人講控制項 有的人講控制元件 意思都一樣 就是你可以點它 然後做一些事情 好 我們來看一個完整的範例 怎麼用這些事情 這些剛剛講的來做一件事情 叫UI01 我們看UI01做什麼事情 UI01 它只是畫出一個圖出來 在這裡 我可以把圖稍微拉大一點 這個圖下面有三個控制項 三個控制元件 第二個是控制它的Grid 是On還是Off 我壓一下 有沒有 它後面的格線就不見了 再壓一下又出來 再過來是控制說它每一邊有幾點 譬如說現在是20點 我把它改成50點 然後按Enter 有沒有 就變得比較密了 改成100點 再按Enter 又更密一點 就控制它的格線 第三個是改變它的Color Map 我可以用Hot 就變成這個樣子 我可以用Cool 就變成這個樣子 我可以回到原先的HSV 就變成這個樣子 所以有三個控制項在這裡 分別控制它的背後 有沒有畫這個格線 控制它的Resolution 它的解析度 一單邊的解析度 然後控制它的Color Map 那我們來看怎麼樣寫這個程式 這程式你一看 這好像很複雜的樣子 現在不複雜 應該是 我想應該是沒有超過 沒有超過30行吧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程式 我直接Edit 組程式應該 應該是很短才對 抱歉 超過30行 34行 但是上面有很多comment 你把comment全部拿掉的話 可能就不需要那麼多行 寫這些comments 是讓各位了解 其實這comment 我寫這個東西也蠻花時間的 其實各位看就可以直接看到 第一個呢 產生一個新的圖形式雙Figure 設定它的位置 位置在這裡 坐標33層 高度為300 長度為300 高度為200 以pixel為單位 這個我想各位應該是直接看這一列程式碼 就可以猜得出來 比如說看Metable程式 應該有時候要用猜的 用猜的根本很快 你根本就不需要去翻它的menu 當然會猜 有可能會猜錯 猜錯的機會應該是不大 好 產生完後我要產生一個圖軸 這圖軸叫Axis 我要先把軸長出來 那圖軸呢 它的position呢 這時候呢我用標準畫的單位 譬如說圖形的高度和長度都是1 那分別是來0.1 0.2 0.8 0.8 那這是x座標 y座標長度高度 那第一個呢我要畫出上面的圖形 我假設這個point number 就假設我一邊要切 切19份長出20個點出來 把這東西送到pix 那回傳三個output的矩陣 XXYYZZ 然後用surf把它畫出來 畫出來之後我下一個指令叫AxisTite 就讓你的圖軸能夠貼近 或是說讓你圖形撐大一點 剛好貼到你的圖軸上面去 好 這個就畫完了 畫完之後呢我開始要產生一個一個的物件 好 我產生第一個物件叫H1 H1 UI Control Style是CheckBox 那CheckBox就是你可以去點它 就是GreedOn 在這裡我的字串顯示成GreedOn 抱歉這裡有點被切掉了 是GreedOn 那你要接著往下寫的話 你就打三點表示延伸到下一列 它的String叫GreedOn 那它的Position呢位置出來了 它設定它的Value等於1 我為什麼要設定Value等於1呢 我將來要用這個Value來設定它的GreedOn Value等於1叫GreedOn Value等於0叫GreedOff 所以我是利用這個Value來決定說它 On as off 那第二個UI控制物件呢 用決定X軸去Y軸的格子點數目 它的Style叫Edit Edit就表示我可以在裡面編輯嘛 那它的字串呢我就設定成PointNumber 這也是有點被截掉 就是我設定PointNumber原先設定成20 所以這時候呢它的上面就會顯示成20 那位置是在90、10、60、20 這個各位就知道X座標、Y座標它的長度、它的高度 那第三個呢 我要顯示它用到的射盤矩陣 射盤矩陣呢它的Style叫Pop-up Menu 就是可以你下拉式去選一個 那它的字串呢就有三種可能 HSV、Hot和Cool 那它位置是在這裡 這三個控制 這UI的控制物件或是控制原件 你設定好之後呢 接著你要設定它按下去會發生什麼事情 目前只是設定它說它的位置在哪裡 顏色在哪裡 它的Style是什麼樣 它上面有什麼字串等等 接著我們下面就是設定它的命令 到底做什麼事情 來 你是用直線來分析這些效果 對 這邊是用直線 我本身文字要顯示這個文線要什麼 你本身文字要顯示這個直線 欸 好問題 我沒有試過 可能要用一個 是不是要一個Escape 就反斜線等等 可能是 但是我不確定 好 你要不要回去幫我研究一下 幫我試一下 下次來跟我講 不然你至少試一下反斜線如果不行也跟我講一聲說 欸 這個是Block 然後第一個UI控制物件的反應指定為Grid 我就set H1的callback叫Grid 那Grid是內建的comment 這不是我寫的 這是內建的 你只要打Grid 因為現在on就會變off off就會變on 就這麼簡單而已 那第二個UI控制物件的反應指定為CB2 CB2呢 這個是我寫的一個函數 我寫的一個 不是函數 抱歉 是一個我寫的一個交本檔 第三個呢是CB3 也是我寫的一個交本檔 所以我們必須再把這兩個檔案打開來 看裡面做什麼事情 CB2 這個可以看得出來 我就從H2 H2是我那個可編輯文字的方塊 裡面我把他的字串抓出來 有沒有get 就把他抓出來 抓出來之後呢 把他的string呢 把他轉成數值 轉成number 轉完之後呢 我把他wrong的 四捨五入 因為有時候有人會喜歡導彈嘛 打一個 比如說21.38 就在這裡做一個四捨五入的動作 這種就是防呆的措施 但你越要防呆 你的程式碼會變得越複雜 但有時候簡單的防呆是必要的 那有時候如果point number 我把你打成-100 那你要怎麼辦 那當然程式碼就會錯掉 所以那太大要怎麼辦 太大太密 可能要畫很久 畫到黑黑的一塊 也看不出來什麼東西 如果說你的point number 小於等於1或大於100 我就說我不接受你這個input 直接設定成10 這樣就可以了 好 那設定成10之後呢 那我就開始把這個H2的string呢 把它設定成你所給我的數值 我這從這裡抓下來 這個是不是要擺到外面來 我這裡有沒有寫錯 看起來好像擺到外面來才對 就是不管怎麼樣 我這邊設定完之後 那這邊是檢查 檢查完之後後面就要把它改掉 還是後面有 我們看一下這邊我覺得有點怪怪的 好 根據你抓到point number 我這邊是重劃 有沒有 我這pix再送進一遍 然後再把它重劃一遍 然後設定axis等於tite 然後再來呢 再來你要根據H1的value value等於1我就設gridon otherwise我就設gridoff 把它割線 因為你通常你重劃之後呢 它割線預設是有的 所以你要根據原先H1的value 來設定到底grid要on還是off 我們先很快看一遍 再回頭看我剛剛那個 我剛剛講那個怪怪的地方 有沒有什麼問題 第二個呢 再過來我要edit cb3 cb3比較簡單 就是我根據H3抓到的value 它抓到的value可能是hsv 可能是1或2或3 只要是value呢 抓到value都是1或2或3 它上面顯示顯示的是hsv hot cool 但是呢它對應的value都是1或2或3 就在h3裡面把它的value抓出來 如果是1我就設定colormap等於hsv 如果是2我就設定成hot 如果是3我就設定成cool 如果是不在這裡面 你就說這邊可能是錯掉了吧 當初我只設定三個啊 你是不是兩邊這兩邊不match 所以到這裡就結束了 所以這樣的話就是說 你每一個EY控制物件 你都有一個對應的cb 有的cb呢是maylab內建的指定 有的是你自己寫的 那你知道一按那個指定 它就會呼叫這個cb 呼叫完後上面的圖形就被改掉 這就是我們這個用maylab進行故意設計 一個最簡單的範例 但這樣做有什麼問題呢 其實還有蠻多問題的 第一個一個簡單應用程式 它為什麼要散成三個檔案 你們一個組程式 還有一個cb2跟cb3 這是很討厭的事情 那第二個呢 你這些東西呢 像cb2跟cb3呢 它都是一個像h1、h2呢 都是一個在workspace 直接就看得到的東西 如果說你這個東西掉出來 那玩一玩 又去跑其他程式 跑完以後再回來 一樣就當掉了 為什麼 因為這個h3 可能被其他程式碼給蓋掉了 所以這是要特別小心的地方 所以我們下面還會講一個範例是 比較不會有這樣的風險 好 我們先休息10分鐘 我順便試一下剛剛那個地方看起來怪怪的 是不是有什麼問題